TVB女艺人蛇诗曼今年第二次获得最受欢迎女主角,也就是俗称的侍候宝座。 除了工作量大升之外,就连身价也水涨船高,但原来一个人运气要来的时候,就真的方方面面都会顺畅很多。 一直都是单身女家人的阿蛇,被自身艺人薛佳燕大爆跟旧爱珍佳營双目交头时有来电的感觉。 12月23号晚上,阿蛇带病出席TVB,万千新辉颁奖礼庆功宴时,直呼传言太敏感。 至于被追问跟郑佳營是否来电,蛇师们居然表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 没有 没有 跟郑佳營一种母言诺 她有好的介绍给我吗 好啊,也好啊 光靠一个眼神就认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薛佳燕这个媒婆也当得太急功近利了。 她甚至提议让郑佳營上自己主持的电台节目,透过节目对郑佳營拷问一番,非得成功撮合她跟阿蛇为止。 我感觉郑佳營跟那时真的两个很配嘛。 她们已经好像已经有恋情的,后来因为各有各忙,那现在刚好又在一起。